Ccam 这是圆芯 这是圆芯 我说圆芯要有圆周 如果这个半径是这里的时候,我从这边贯串就是半径 但是当我做出贯串的时候,这个半径,刚才讲的这个杠杆 本来的半径是这样长,是不是? 可是当我做出贯串的时候,这个半径从哪边? 从这边,经过这边,我如果是往这边转,加上这个 所以它变成这一条,它变成一个这个了 听不懂?圆周跟半径是一体的 这个是线 但是,这是圆周嘛 本来圆周是圆周,半径是半径 是不是这样子? 可是当我贯串起来的时候呢 我这个圆周出来,这个半径出来 这个的圆,我这样子的话 这个的半径是这样子 延伸延伸延伸,贯串起来 它变成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? 好,我这个再贯串 这个圆周 不一定在这里 我从圆星这边 实际贯串出来 这个圆周在这里 这个圆周跑到这里来了 对 它是不是半径的延伸了 对 是不是 圆周跟半径合在一起 是不是 圆周跟半径合在一起 而不是 半径 圆周 半径是半径 圆周是半径 圆星 半径贯串 半径跟圆周合在一起了 直了 直了好像是半径 弯了好像变成圆 圆周 是一个 看不懂 所以你如果说 书上说以腰为轴 腰为轴,腰就是轴 那我就是这样动 那就是圆星是圆星 半径是半径 因为圆周是圆 圆周 对 这样 这样不懂 可是我们是有关节 我们人是有关节 有关节 所以有贯串 所以当我贯串起来的时候 当我贯串起来的时候 请问你 哪个是圆周 哪个是半径 半径 请问我这个手在动的时候 哪个是圆周 哪个是半径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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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有沒有懂? 懂懂懂 所以你能把半徑跟圓中連在一起 它才有伸縮 才有伸縮 遠徑 才有 才有這個 是說太極圖裡面那個陰陽雨的界線 那個是半徑 對啊 對啊 為什麼半徑 半徑一定是直 直線 你把那個半徑 拉 中央拉出來一點 它是不是才弧了 那它是不是一樣是半徑 它不是數學上的半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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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它還是從圓心支撐到圓中的一個力量 是 是 是吧 有時候曲線的半徑 弧形的半徑 比直線的半徑 還有力量 是吧 然後電風扇那個進去 扇 nh med 扇扇 扇行吧 有的電風扇就是細軟 扇的 早期的 你看最早的電風扇 都是直的 從圓心出去都是直的 從圓心出去都是直的 後來就越來越想越來幅 這樣 它開起來是不是一個圓 它的 那個半徑是一個 弧 而造成了圆的变动的多样性 这样不懂 懂了去练练